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极度混乱 新郎新娘还打了起来 在婚礼现场 一切都按照流程才进行着 似乎并没有什么不同 但新郎的脸上始终没有任何表情 甚至还非常冷漠 而新娘却没有察觉到异常 在新娘挽着新郎的手臂走过舞台时 新郎大步向前 将新娘甩在了身后 正当现场宾客疑惑时 新郎怒吼道 你真以为我不知道吗 新娘和宾客们抬头一看 婚礼现场的大屏幕上 正播放着不堪的视频片段 新娘和一个男人正在搂抱机吻 原来是新郎在婚礼前就已经知道了 自己的未婚妻跟自己的姐夫有关系 本来他是想着放过他 各自好过 但是想一想 谈恋爱两年半 自己事事顺着他 彩礼前也是在婚礼前多了八万八 变成十八万八 外加一套商品房 本以为能换来的是美满幸福生活 但没想到换来的是青青草原 这让新郎气不过 在结婚典礼上 以杀敌一千 自损八百的手段 报复了新郎跟自己的姐夫 原来新娘跟她姐夫是在新房装修的时候好上的 刚开始时 新郎发现姐夫对自己新房装修很上心 经常过来帮忙 还觉得姐夫对自己特别好 但是在新房装修过程中 装修公司提出可以帮忙免费安装摄像头 新郎觉得自己家里安装一个摄像头没关系 自己还能远程看一下装修工人的进度 但是没想到 反倒发现自己被自己的姐夫绿了 事后双方亲戚中的知情人士透露 新郎新娘在交往阶段就荒唐视频发 新娘曾因被新郎多次家暴而提出分手 但之后新郎又是买品牌包包赔礼道歉 又装了买房和装修 甚至还帮女生哥哥找工作 对于这段感情 新娘其实早就不抱有希望了 整个人慢慢地变得抑郁了 新郎姐夫叽叽地调和两人矛盾 小两口在新郎姐夫的开导下出现了一丝丝好转 在新郎家人看来 这本来是一件好事 但令他们没想到的是 两个人竟然暗生情愫 新娘新郎双方的品行都有问题 首先 家暴本来就是违法的行为 而在遭到家暴后 新娘本就可以用法律途径保护自己 选择分手 开始新的人生 而新娘选择接受新郎家财力物力的弥补后原谅 应该好好和新郎过日子 可竟然还选择与人偷情 这样的行为换作是任何一个人都无法容忍 而新郎因为太过气愤 而选择公然播放偷情视频 在泄愤的同时也对当事人的名誉造成侵害 这样的行为也属于违法 婚姻是一件大事 由不得胡闹 既然两人不适合 就应该尽早地选择分手 这才是对双方最好的结果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先给大家讲到这里 感谢您的观看 咱们下期见